天璣改名,北斗灰師傅,洩露天璣 又回到天璣改名,有我們的楊浩雲師傅,端儀 又有我們的嘉賓肥腸,還有我端儀 現在終於入直路講他的名格,很緊張 如果我覺得先講他的名格,反而我準備了 我想知道你如果真的追到女生,或者看到女生 你應該喜歡哪一種類型 我希望今天教你一些秘訣,過三招給你 去挑選女生 有沒有一些例子給他挑選呢? 那我們看一張照片 這些例子是不是很聰明呢?師傅 多謝 你以上皆是,還是以上不是呢? 我先講一下,知不知為何我會找一個偏飽滿,圓潤 這個就是小小粒,賽斯貝,男生頭型 另外一個叫陳型,爽朗型,甜美型 如果給你,你自己喜歡選擇哪一類型 你喜歡甜美? 坦白,我就這樣一眼看,一定是陳型 因為甜美一點,女神一點 是不是女神一點? 可能是,因為我一向都對男生頭的女生不太感興趣 像長髮髮那些 如果說小小粒的話,我自己也是 不需要找一個自己回來 他本身也是一個韌豬 明白明白 我會講一講,其實有些人原來命中 其實如果,可能他認識了一個女生是偏壽 達結婚之後 那女生會變小小粒 那如果有了愛情做基礎就沒有問題 那也好,那也好 不會,我自己也會怎樣嫌棄人 但你會越來越受變姜濤 不只是看樣子 OK,那我講一講 如果你選陳型 陳型這種,很明顯我們會叫做 他喜歡浪漫 難怪我死了 你沒有陳型 喜歡浪漫 第二,他喜歡有財力 第二,喜歡有魅力 第三,喜歡有實力 喂,不要再說了 你有字 未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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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其實是女性方面 你未散發出來的 你可以散發出來的東西 即是口才 專業技能都是可以的 那你告訴他 第三,就是實力 我相信將來你可以一會兒說給他聽 你的命格 但我跟他說 因為陳型這種女性 他一定會選一些比較偏熟 而且他會偏向穩重 你是從他的名字看到 還是從他的樣子看到 你不需要問我 我就是大師 很厲害 不需要問,只要相信 對,只要相信 就算可能陳型聽到 他也覺得 嗯,師傅覺得對 糟了,我是不是選擇 我現在回想 我選擇那些女生 都可能比較喜歡浪漫 但我偏偏自己就是最缺乏浪漫 沒錯 其實陳型這種女性 如果你不說 他會一直放在心裡 哎呀 不需要一個月就拜拜 我沒有時間等你了 沒有時間等你了 我相信前者應該你拍三次拖 都類似陳型這種樣貌 有這麼漂亮 那時候是小時候 現在是化妝 有這麼漂亮的 有這麼漂亮的 觀點角度不一樣 差不多 都是眼耳口鼻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 選擇小小顆 這種女性 會怎樣 他不敢想像 很逼 很現實 他想像 坐個位子逼 其實我看過 他和Bob拍那些劇 兩個人一起 不斷瘋狂吃自妝 畢竟我還沒有財力 我住一間房子 如果我選個小小顆 就真的選不成 吃東西又要雙倍 如果 沒錯 很逼的 如果小小顆 你和他拍拖 他會把所有的財力 給他 哦 沒彩 不要選小小顆 把所有魅力發展在他身上 你的魅力搬到他那裡 他要出門 他要出門 他要自己的魅力 他就像一朵花一樣 有魅力 哦 是的 而他一定會喜歡有實力的人 對 怎麼養他 怎麼吃自助餐 怎麼放題 知道其實左和右中間那個是最適合的嗎 最爽朗的 即是男生頭爽朗了 不一定頭髮長短就是男生頭的 性格也可以 性格就是 是的 因為他如果當 尤其是蔡司貝 如果覺得你做得不好 他會告訴你 你應該改些什麼 做些什麼 嗯 他就不會把那件事放在心裡 而蔡司貝這種性格的樣子 他不需要你財力 不需要你魅力 只需要你 有活力 哈哈 你一想 只需要希望你有實力 哦 即是肯實幹 實幹 是的 個人肯有上進心 沒錯 他不介意 嗯 你不要賣花 讚花香 以為你好恨價 哈哈 所以呢 蔡司貝這種性格的樣子 他第一 就真的比較純 第二 如果愛一個人 他也不會去再想其他的 即是不會介意他 未夠財力 嗯 或者說外形的問題 但一定要他夠上進心 有實力 那他會一直 如果知道了 喜歡這個男生 他會一直去鞭策他 一直會去幫他 哦 那就是這段姻緣就適合他 因為他其實需要變策 沒錯 我坦白說 我自己覺得是難的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難的 你其實不是懶 你是很多事情做不得主動 我想幫你幫忙 哈哈 但我沒辦法了 你說出來我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有很多時候 如果我很投入那件事 我就很勤力 很給心目去做 當那件事 我不是很在意的事 我就會懶 嗯 其實我覺得 反而我看到你 在感情方面 你真的偏向於不夠主動 嗯 所以其實我都說了 你的味道就是口才不夠 嗯 你變成告訴別人 我是懶不是懶 你只不過那件事 沒有真正去想清楚 啊 當你想清楚 其實你就不會懶 嗯 如果你當你喜歡那個女生 而你覺得這個是可以 你未來的妻子 我相信你會勤力 嗯 嗯 所以其實呢 塞絲貝這種女生 是會帶動到你一種活力 嗯 一種毅力 嗯 所以這種女性呢 其實是最適合你 她就是最適合 還有還有 塞絲貝呢 這種相貌呢 第一 她不介意那個人的 那個弱貌 嗯 或者肥瘦 嗯 她只要喜歡這個人 她就可以為了付出 嗯 嗯 嗯 而層型呢 一定要你長時間夠健康 嗯 明白嗎 她喜歡身形 是要比較 嘩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一個 很漂亮的配件 沒錯 嗯 要不然你就保持到姜桐 那我是一個獨特的配件 我不是那些平時的配件 哈哈 但是你 一定要告訴你 你的能力 我現在告訴你 你知道嗎 你的事業 和愛情 我都可以告訴你 那些三張照片呢 你暫時幻想一下 可以了 嗯 都還未到的 還未到的 你基本上 為什麼 我們快點進席路 看看她的命格 剛剛給了這麼大的希望 打破了她 看看她的命格差點什麼 總之你看這三張照片 看到33歲 33歲 那很快到了 33歲前 如果你未發展到你的事業 你的因緣呢 就要繼續等多10年 啊 那你現在要播種了 所以你現在要努力 衝詐 我要衝詐 其實我一直都在衝 我都沒有什麼理解 因為呢 你會明白呢 如果你 因為我看到你的命格 你的命格 原來呢 武曲天上 就是楚明 武曲天上楚明 一定要做什麼呢 就是 因為武曲是一個光 光強的 而天上是一個柔弱的 那武曲加天上 就會光柔並重 光柔並重 沒錯 還有加上 原來你現在在行的 叫做文曲和左褲 文曲是代表 要發揮你的才華 嗯 然後左褲呢 是貴人 嗯 而天馬呢 就是你一定要走遠方路 哦 即是翼馬那些 翼馬 即是飛一下那些 要行動多些 或者飛多些 其實你的星徒會更好 哦 即是飛來飛去是對的 是的 或者是你平時就沒有多留在家 嗯 多些外出 多些去做多些事情 嗯 那你的運就越來越好 哦 你真的太窄了 你真的太入骨了 對 我要改變你的 好 第二我想問你了 你喜歡自己肥還是瘦 其實我沒有什麼去介意自己肥瘦 即是我覺得既然肥走到路 那就先肥 嗯 去到有一天遇到樽頸位 我才會去改變 如果我看你的命格來說 其實觀眾也很想知道 因為你命格 原來你命中 其實都是肥多的 哦 但如果你一直走那個藝人路線 其實你肥是OK的 嗯 但是如果你命格我看到 你到33歲之後 你會有一個轉變 那個轉變應該居幕後 或者做導演 監製 哦 哦 那也適合她的眉 但一定要瘦 瘦 就剛剛走眉運這裡 是 所以走眉運 因為眉 原來是代表文藝章 文章功 代表才華 代表藝術 代表了文藝 意思是我們的技能 才華技能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你走到33歲之後 如果靠你的才華 那你才華出眾 那你之後的恩怨 就是只會別人看到你的好 哦 就發揮到你 咦 原來我這個男朋友 這麼忙 平時不理我 都因為他真的好 是心蟲 周圍要拍攝 周圍要拍攝 而別人看到你中的優點 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優點 沒錯 有沒有想過發展一下幕後 你剪片很厲害 其實是 因為我本身做幕後七身 我自己又拍一下東西 又寫一下 又做廣告導演 如果你這樣說 我也可以考慮一下 選肥的東西要做導演 但我想告訴你 有一件事 你記住 無論你現在選幾瘦的女生 你將來的老婆都會差不多 都會肥 沒問題 蔡絲背都會變小小粒 就是養肥他 這個是你有能力 養肥他會開心 所以這句說話很重要 知道嗎 觀眾聽到他真的很浪漫 覺得很開心 你不介意我肥 對 沒所謂 因為一起坐 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要看女生漂亮不漂亮 我開始未了解 我未了解當然是看樣子 外形去吸引 明白 但是記得 就算你希望能夠 33歲之後 星徒更好 你知不知道這幾年要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勤力一點 勤力 勤力 勇勤力的 可以的 要走多一步 去到處飛 我比喻 經常跟跟人說命 告訴你 我們每個人出生 好像一個農夫都有某地 而當我們每個人都像耕種 人云亦云 最終的豐收就是度米 而你這段時間裏 要提升自己的技能 好像一個農夫提升自己的技能 還要插秧 知道自己應該這塊地 適應什麼種作 不要顧著插秧 你先想想種子 怎樣播種 想要怎樣除了要種度米 還有什麼可以種 令到豐收更好呢 氣候 環境 土壤 現在圍繞你有什麼條件 可以令到你更好呢 你增值哪方面的東西 沒錯 等於譬如 好像某地 一年只可以種一次度米 其他的志氣 可不可以多種一些東西呢 那便工修不同了 你現在外形 配合我們現在導演說 想要你的肥毒宅 但你可能 可能原來你內裡很有才華 你可能現在有空就寫幾個劇本 我有 或者拍很多東西 或者拍下很多相片 原來你的相片都很漂亮 所以來說 當你走到33歲之後 因為還有多樣的選擇 那個選擇裏面 當你走遍 如果你繼續 現在為止 都是做演員 那你33歲後 你還是繼續做演員 好一點的演員 但不是 如果我33歲之後 前者裏面 我學了很多技能 提升自己的 補充自己的優點 提升自己的優點 或者自己的才華 技能 那你33歲之後 就多了很多選擇 糟了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其實我真的 在這幾個月 疫情這段時間 我覺得 靜下來 好像要想些事情去改變 的時候 我就開始多了創作 其實 真的 然後就遇到師傅 遇到這幫師傅 我有問題 其實我貪心 我個人貪心 我想一直做 但又做導演 會不會成功 兩邊一起走 因為走運 其實沒有說 一定要做些什麼才好 相對 如果你真的 想希望更多的機會 發展 其實應該在這段時間裏 趁這段時間疫情 多些準備自己 提升自己的技能 我相信33歲之後 其實會多了很多人去扶持你 有時歧視是女性 噢 那他就會遇到那個 所謂的真命天子 即是一個可以鞭策他的女人 嗯 又可以輔助你 又可以輔助你 那你就可以能夠 真是名利雙收 那除了男生頭的女生 有沒有說是 那個女生是怎樣 不是一定是髮型的 就是性格爽囊 就是男生是性格 即是有沒有說是 什麼年紀 大過我 小過我 對 有沒有說要找個怎樣的女生 我覺得應該說你自己覺得 你找個女生 你想年紀大還是小 我先嚇一下你 我自己就 我真的沒什麼所謂 即是不要大都不要大體 我再看看你的八字 因為逢親 如果我們叫做夫妻公 坐貪郎文昌 貪郎文昌 因為原來 一定是喜歡 首先你 你喜歡比較化妝 或者會去裝扮自己 有愛美的女生 特別你會吸引一點 所以層型 其實我喜歡的女生 是自己有品味 就是這種 所以蔡師輩這種 這麼樸素 就未必適合你 但其實來說 你應該要選擇那些女生 是樸素一點的 我小時候是喜歡樸素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了之後就喜歡 給你這個物質的世界 是屯污了我的思想 所以我剛才說 你知不知道 因為你如果要那種 女性的魅力 和化妝漂亮 你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才華 那些就會出現 所以明白嗎 今天你有沒有什麼 還想問我 有沒有什麼攻略 還想問師傅 33歲 事業上 這幾年 除了播種 我 在幕前方面 我有沒有什麼 做了 會更好 在這幾年 除了剃光頭 除了剃光頭 剛才我不是說 做導演 譬如做編劇 其實這件事都很適合你 還有 一定要去多方面發展 到處周圍去 譬如說 我現在這個疫情裡面 雖然不要到處出街 但最基本的就是 多點認識朋友 因為坐天馬的人 一定是應該到處周圍 多點朋友 因為你命隔 本身就會有很多朋友 貴人 但是你不出去 跟別人相處 你不可以發揮到自己的才華 誰知道你的好處呢 都是的 因為其實我經常會 處理自己的社交平台很好 但其實肥腸是沒什麼管 外界人其實無法接觸到肥腸 因為我自己 開工就開工 收工就收工 是啊 他沒什麼去保護自己 社交媒體 我不太喜歡去碰他 我自己 其實今天對你 其實很多事情 我都放在心裡 不說著 我現在不想讓聽眾 聽到你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 說了之後 會怕很多人 開始會對你有種 期待 期待 所以說 但是我覺得給你聽 好東西 給你聽 我又會覺得 現在給你 就讚了你 怕你做這段時間不勤力 是啊 所以 所以 你三年後再來找我 啊 啊 這段時間努力 到時候想不想帶女朋友來找你 最好 我相信你三年內 你不會有 三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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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內 是不會有陳妍這種女朋友 哦 即是可能 即使有都是省 你三年內 應該有蔡師輩 或者小小粒 但小小粒 你不會要 我知道 蔡師輩可以的 開始想想這種女神 爽朗的女生 其實我以前真的喜歡爽朗 從何時開始喜歡 另一類型的呢 是啊 那我想你回去想一想 你真的要回去好好地探討 還有沒有一些東西震我 還有一些錦囊震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顏色 顏色 哦 對呀 因為原來你的八字名格 原來你是五行熟木的 我是熟木 熟木 但是原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你甲木生於農曆十一月 十一月就是水黃 水太多 而最好是什麼呢 因為木一見火 叫欣欣向蠅 就是火 代表紅色 紫色 暖色的東西很黃 哦 即是我要家裡 或者自己平時穿多些橙色 紅色 暖色一點 還有或者是家裡的床單 我在用藍色 藍色問媽媽 就是水 我想問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很神奇 就是我從小到大很多時候買衣 或者我媽媽買床單 他們都會買藍色的東西給我 會不會就是 本身我的命格是很吸藍色的東西 但是其實偏偏我 因為你是男生而已 嗯 也可能是 被紅色你嚇到 是啊 媽媽不會買粉紅色的 其實不用擔心你 如果我真的自己 又不可以穿這些色衣 那又擔心呢 還有一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睡那個床向方位 面向是正藍 正藍 我寫下它 正藍方位 是的 都可以令到你好的 正藍 那你快點回去 回去躺躺才不重要 那如果床買不到那怎麼辦 那你要睡覺再想 是啊 你就很好之後 三年回來找師傅 今天就真的差不多了 帶了很多錢 到你的袋子 我夠後 三年後再找我 是啊 好多謝大家今天 看我們天璣改名 好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